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知道一人退休没有退休金 他和圈外妻子的生活一直幸福又低调 2018年 十年50岁的谢祖武依旧活跃在荧幕 不过此后就没有了他的消息 据悉 他早几年就接到了台北某大学的聘书 现在可以去大学担任讲师 授课 也许老师不如演员状的多 但是台湾影视行业不景气 演了这部没下部 谢祖武晚年也算是有个好差事 二 刘德凯 惊世骇俗的渣男 如果说谢祖武和李智希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那么刘德凯就是惊世骇俗的渣男 刘德凯靠星月格格走红 此后又参演了《一连幽梦》 《苍天有泪》等琼瑶剧 对了 刘德凯出生于影视世家 爸爸是导演 哥哥是摄影家 家里人和琼瑶及时多年 当然 刘德凯本人外形俊朗 演技也不错 但他演活了费云番 不意味他本人就是费云番 刘德凯24岁就结婚了 首任妻子王景平 为他生了三个孩子 但他却在婚内频繁出轨 他先是勾搭上演员徐贵英 徐贵英明知他有妻儿 却依旧跟他开启金行恋 之后 刘德凯又轻松把刘雪华追到手 还骗刘雪华自己已经办了离婚手续 其实那时 刘德凯虽和前妻分居 但在法律上仍是夫妻 刘雪华被迫当了多年第三者 之后 刘雪华怀孕了 刘德凯却在法国拍摄《一连优梦》时 勾搭上了法籍女友 回国后 刘德凯就迫不及待 公开了自己要和法国女友结婚的消息 站在刘雪华的立场思考一下 简直要窒息了 然后 刘雪华因为激动过度 在遇事滑倒流产 最后 不仅胎儿没保住 就连子宫也一并切除 刘德凯这种渣男的恶行 简直庆竹难输 刘德凯和法籍老婆 也没能走到最后 十年后 他再次离婚 不可否认 刘德凯确实贡献了 很多经典荧幕角色 但是 他的私德实在不敢恭维 三 马景涛 几乎没有空窗期 女朋友换不停 马景涛是靠穷妖剧走红的 雪柯是他的首部穷妖作品 梅花烙和水云间 则让观众见识到了 他咆哮式的演技 咆哮教主成了马景涛的代名词 更让人在意的是 他丰富的情史 马景涛的第一任女友叫马世丽 女友因为受不了 聚少离多提出分手 马景涛一度很崩溃 甚至将自己的女儿 取名为马世元 马景涛的第二任女友 是歌手郑银秋 两人恋爱时间不长 女生受不了马景涛 总是动手动脚提出分手 马景涛的第三任女友 同时也是他的第一任妻子 名叫唐韵 两人婚姻只维持了三年 女儿就是马世元 离婚不足一年 马景涛遇到了自己的 第四任女友田丽 两人其实很早就在电视剧 《倚天屠龙记》里相识了 当时马景涛是张无忌 田丽是小张 田丽主动追到了马景涛 对马景涛女儿也很好 但两人的感情也只维持了一年 后来田丽在采访中说 马景涛暴打他 马景涛提起诉讼 维护名誉权 三年后 法院判马景涛胜 但至今仍有不少人记得这事 觉得马景涛有暴力倾向 之后 马景涛又火速与第五任女友 余丽相爱 但又快速分手 马景涛的第六任女友是李婷纸 李婷纸的姐姐李婷姨和马景涛 在拍摄《星鼠山传记》时 李婷纸去探班 就和马景涛瞬间看对眼了 当时马景涛比李婷纸大了整整20岁 恋爱三年后 两人分手 马景涛又火速结识了 自己的第七任女友 吴嘉妮 吴嘉妮比她小了21岁 两人闪婚 婚后吴嘉妮为马景涛生了两个儿子 2017年 结婚十年的马景涛宣布离婚 如果马景涛把自己的感情经历 写成回忆录出版 估计都得分上下两侧 如今马景涛也已经59岁了 而在最近他所晒出的照片中 家中破烂拥挤 电气老旧 再看看近几年 马景涛的发展 几乎可以说快要无戏可拍了 让人唏嘘 四 赵学黄 车祸终身瘫痪 曾想轻声 还没曝光了 穷瑶俊男星赵学黄的近况 年轻时风光无限的他 因为一场车祸导致终身瘫痪 令他一度想轻声 这几年 赵学黄已经很少出镜了 但一众圈中朋友没有忘记他 之前还亲自到他家拜访 并送上水果礼盒 无为问津 从当时曝光的照片来看 打扮朴素的赵学黄 苍老了不少 他的头发花白 身材发福 双下巴明显 跟以前一幕里的他 简直判若两人 由于腿脚不变 他需要一直坐在轮椅上 对镜头打招呼时 可以看出他的手已经变形 也不太灵活 现年64岁的赵学黄 入行时身材高大 长相正气 这让他的演艺之路十分平坦 多年来戏约不断 对于观众来说 赵学黄演过的一系列影视剧中 让人印象最难忘的 一定是两部穷摇剧 包括《望夫衙》和《鬼丈夫》 其中 他在《鬼丈夫》扮演的男主角 爸爸 柯士鹏 古道热肠 风度翩翩 实在太入行入隔了 事业一直顺风顺水的他 却不幸遭遇意外 这场严重的车祸 直接导致他终身瘫痪 下半身完全没知觉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 他脾气变得很差 也不愿意接触外人 整日躲在家里 甚至想做傻事 幸好 妻子和女儿们都没有放弃他 并不断支持和鼓励他 赵薛黄和妻子是初恋 结婚多年恩爱有加 丈夫出世后 妻子不仅不离不弃 还背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经过多年的努力 妻子所经营的餐厅 生意有声有色 男的女儿都已读完书 而且找到了很不错的工作 一家人的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 5.林瑞扬 从新秀帅哥进化成一万富翁 别看林瑞扬现在白发苍苍 像个奶奶 但人家年轻时确实帅 她曾在琼瑶剧 雅西 望夫衙中担任男主 在《一连幽梦》中饰演男儿 楚莲 林瑞扬外形演技都不错 但是在拍完绝带双娇后 她就毅然退圈从商了 她与老婆张婷创办的公司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夫妻俩每次捐款都是大手笔 上次河南水灾 她俩慷慷地拿出了500万赈灾 夫妻俩过亿资产早已不是秘密 其实她俩早年也没什么好的口碑 林瑞扬当年还有一个前妻 曾哲珍 还约有两个孩子 林瑞扬和曾哲珍 还在分居阶段时 就被拍到和张婷牵扯的照片 不过双方都否认了插足的说法 现在林瑞扬的大儿子林语 参加了内娱选秀 正式成为了一名爱豆 不过林语似乎并不想靠父亲 还说爸爸的亿万资产 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六 秦祥林 薛定恶的好男人 秦祥林是中美混血 被穷瑶评价为最漂亮的男人 她甚至还说 秦祥林只要站在那里 女人就会爱上她 秦祥林拍摄穷瑶电影 心有千千节 抹遍全台湾 后来秦祥林和林青霞 秦翰主演了穷瑶电影 我是一片云 三人在戏里是三角恋 在戏外也是三角恋 可谓是文学照见现实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 秦祥林是痴情美男 在林青霞为情所伤 远赴美国时 她依然与妻子离婚 赴美追爱 在她几次三番的求婚下 林青霞主动被打动 两人订婚 但是婚约只维持了四年 因为她深知 林青霞心里爱的不是她 而是秦汉 但是秦祥林真的是好男人吗 她在1975年 与萧芳芳结婚 婚后却又对林青霞的情感 不清不楚 但得知林青霞与秦汉分开后 又果断抛弃妻子 追求林青霞 带入一下萧芳芳 真是所托非人 而且秦祥林和邓丽君 林青霞都谈过恋爱 而邓丽两人又是闺蜜 这关系绝了 秦祥林最终娶了 比自己小16岁的化妆师 一家四口定居在洛杉矶 靠收租过日子 啤酒瓶底后的镜片 已经让人看不出 秦祥林年轻时的风采了 七 秦汉 没有意义的渣男 如果说秦祥林 是否是渣男还有争议 那秦汉就是大众 盖棺定论的渣男 秦汉演过的穷瑶剧太多了 光是和刘雪华就拍过舞步 烟雨茫茫 庭院深深 在水一方等等 而秦汉与林青霞主演的穷瑶电影 滚滚红尘更是景点中的经典 林青霞1972年入圈拍窗外 合作的第一个男主角就是秦汉 可是就在两人相识的前一段时间 秦汉跟邵乔英临正结婚了 于是婚后 秦汉开始跟林青霞 不清不楚搞暧昧 而且两年还总是合作拍戏 可谓是戏里戏外都打得火热 邵乔英作为妻子自然憋屈呀 但是秦汉竟然对妻子说 自己对秦汉是恨不相逢未娶时 但邵乔英也不愿意就此离婚 便宜了二人 于是咬死不肯松口离婚 而林青霞当时就成了 大众口中的第三者 迫于压力 林青霞才远走美国 然后秦汉在1982年离婚 可是这时林青霞与秦湘在恋爱 两年后也就是1984年 林青霞与秦湘林分手 于是秦汉和林青霞相识十年 终于光明正在恋爱了 折腾了一圈 你俩要是真好 就好好结婚生子呗 可是两人恋爱了七年 林青霞几次明示暗示说想结婚 秦汉就是故意当听不懂 最后林青霞对这段感情心灰意冷 于是嫁给了猛追自己的富商 行李源 之后秦汉一直没有再婚 偶尔传出脸林青的绯闻 前两年林青霞离婚 甚至还有人觉得 他能和秦汉再续前缘 但是如今秦汉也已经75岁了 经照中的他模样大变 与年轻的模样真的差了很多 暴瘦苍老到认不出 8.徐乃琳 脾气暴躁的爱家男人 徐乃琳的影视作品 主要集中在八九十年代 其中的穷妖电视剧有 在水一方 婉军等 他在婉军里饰演的男二 周仲汤让观众印象最为深刻 年轻时的徐乃琳面庭宽阔 风度翩翩 担得起男神二字 随着年纪的增加 她的长相跑偏 或许是长期驻扎在综艺领域 让她越来越有谐心气质 徐乃琳心直口快 脾气还有些暴躁 之前就有嘉宾在 康熙来了吐槽 徐乃琳输不起 2017年 徐乃琳还在节目里 对着另一位艺人 唐松胜 大标脏话 现在还有女艺人被吓哭了 虽然脾气不咋样 但是徐乃琳对家庭却又忠诚又有爱 她和圈外妻子感情非常好 还拥有三个孩子 目前一家人 定居在加拿大 仔细复盘 你会发现 脑一辈一人的私生活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不过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大众记住的基本都是好的一面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分享